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6月27日 周二早上 每周金杯小组赛友好戏上演 深处戏组的哥斯达黎加首轮对阵巴拿马 两队都没有绝对强劲的实力 加上近况不佳 大家没有足够赢球本钱 此番对垒 双方各取一分几率不低 哥斯达黎加去年参加了卡塔尔世界杯 球队实力有番弦上下 不过他们最终小组垫底出局 以及今个月月初中北美洲国家联赛小组出局 可以看出 哥斯达黎加实力下滑明显 基罗拿华斯和祖尔甘堡等主力阵容 随着年纪的上升竞争力不断下滑 哥斯达黎加需要更多有实力新鲜血液贯注 近况方面 哥斯达黎加结束中北美洲国家联赛之后 踢了二场热身赛 他们都遭遇了败仗 而且攻守失衡 状态不佳 好在京杖对手巴拿马同样处于连败中 由此可见 哥斯达黎加市一曲的积分难度应该不大 虽然巴拿马世界排名要低于哥斯达黎加 但前者在之前中北美洲国家联赛与后者分在同一个小组 巴拿马最终力压对手取得小组出现名额 球员心理方面还是占据优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巴拿马在进入淘汰赛后的状态也不佳 连续遭遇败仗 只能取得第四名之鱼 球队进攻严重受阻 一球未入令人失望 巴拿马最近六次各向赛事对正哥斯达黎加赢下四场占据优势 此番交手 巴拿马场面上理应是处于上风的一队 感谢您的收听